這個 Booster Pro 3 好 打開 長這個樣子 顏色 很有質感 然後看起來很重 但是拿起來比想像輕蠻多 再來就是它有六個頭 一個子彈頭 然後一個平的 然後這個是 氣動頭 前面是軟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叉子 一個 fork 形狀的 然後一個大球 一個小球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實際打打看 那也是都蠻安靜的 那圓球的話就是可能 反正身體的各個部位 除了脖子附近不要亂打之外 其實其他地方覺得比較緊啊 就依據你不同肌肉發達的程度 你可以選相對應適合的頭 這個氣動頭 打起來就比較沒有那麼深 感覺就可以把壓力稍微釋放小一點點 就如果尤其是在關節部分 比如說膝蓋周圍啊 就是可能就比較適合用氣動頭打 才比較不會去上到你的周圍的組織 平的 感覺好像壓力比較小 但是它其實 打起來就是扎實蠻多的 跟這個氣動頭比 因為氣動頭它前面是 有一個氣槍嘛 那平的感覺就是 大肌群的放鬆 可能就是用平的這個會比較適合 彈頭的這個就真的是壓力都非常 非常高 接觸面積很小 比較集中 這個真的一段而已 就覺得很扎實 這個大頭就 真的很大 對這個超大的 應該 對得到 後面這邊 可以壓一下四段變化 好 叉子 阿叉子的話可能 打 打腿啦打手啦 蠻適合的 但是最適合的應該是打背這一塊 脊椎兩側 豎脊肌肌群 這一塊 都蠻舒服 很適合 這個肩具做得蠻剛好的 這個盒子就是 盡可能的把各個部件 都可以放在一起 然後 大球 小球就是小球 應該是對這樣放 好 放起來大概長這樣 好 然後還有一個說明書 可以放在旁邊 好 這樣子把它蓋起來 就可以帶走 輕便很多